台庄市太平区仁和街发生了一起机车和大货车相撞的事故 高兴机车骑士是连人带车摔到了货车车头底下 昏迷受困在车子底头 那么现场抢救人员是怕货车漏油 在怕这个恐怕是隐燃 随即是以人力推车后退 将患者救出 可惜机车骑士送医还是不治 救护车到场 项洞内大货车撞坏了民宅旁的铁皮遮雨棚 车底下卡着一台机车和骑士 骑士浑身是血意识昏迷 左脚开放性骨折 仅易销到场抢救人力推动货车往后 好心民众也上前帮忙 车引擎如果假设有漏油的部分 那我们发动的话可能会有燃烧 推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可是因为地上它有撞到那些泥 就是花圃所以有泥沙 所以很难支撑住 五名的紧易销和热心民众用 尽力气推动了极顿重的货车 推了两三分钟好不容易能够进行抢救 这样子倒下去 然后它的左脚的部分 是压在摩托车的车身下面 那左脚的脚踝是处于开放性骨折的 小巷洞内狭窄没有红绿灯 货车驾驶看到左边机车从巷子窜出时 紧急刹车还是闪避不及 机车骑士头被压在车底 受伤严重送医不治 货车驾驶得付业务过失致死责任 货车驾驶得不及